只要下拉之後的話 它就點擊Change了 它就自動查詢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一請特別注意它是事件驅動 所以事件你要先知道物件哪個物件 所以找到特別注意你現在的資料工作表名稱 因為我這邊的工作表名稱叫VBA 所以在這個Visual Basic這個環境裡面 你找一下在你的專案裡面 也會有一個工作表 我這邊叫工作表10 後面有個VBA的名稱 這個名稱一定會Match這個名稱 兩邊是Match的 所以你要找對 如果你找錯了它還是不會理你 第一個 那我名稱叫VBA 你們可能叫其他名稱的話把它打開 第二個的話它會問你說 上面有兩個下拉清單 上面第一個清單是 那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這個物件 所以你打開Worksheet Worksheet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產生第一個就是 Selection Change的事件 那其實我們不是要用Selection Change 我們要用的是Change 所以請你把旁邊 右邊的事件 改成Change OK 然後把這邊的 Selection Change可以Delete掉了 留下一個Sub 所以你會發現 事件驅動 它是怎麼驅動的 它是靠著 當 工作表 Change的時候 去執行的 之前就有同學 一直在找說 按鈕在哪裡 它不是用按鈕 所以你不用去找按鈕 它什麼時候驅動呢 就是當這個工作表 裡面只要有某一個儲存格 或範圍改變的話 它就會觸發了 可是問題 我們其實不是要管所有的儲存格 我只要抓一個 哪一個呢 就是這個儲存格 H3 所以這裡請你做一個邏輯判斷 其他我都不管 我只要管什麼 如果 我怎麼知道哪一個改變呢 它會透過一個 就是所謂的Target 這個 這個叫做引述物件 告訴你 到底哪一個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If Target 所以Target 點Address 你打一個add 這個 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從這邊查到 到底哪一個儲存格改變 等於什麼呢 雙0號 記得喔 給它 就是 絕對的 H 絕對的話 就加錢的符號 OK H3 如果呢 這個裡面 是H3改變的話 Zen 反之 不用反之 就End一符 也就是用反之 又跳過 就不理了 只有H3我才處理 只有H3改變之後 我就做什麼 我就去 幫我呼叫 查詢的 這個按鈕 那我就什麼 用 因為我那個sub 是放在模組 那我要怎麼呼叫它呢 其實非常簡單 你直接用什麼 用call就可以了 這邊你可以打一個call 查詢 查詢 查詢就是那個sub的名稱 如果你叫查詢 如果你不叫查詢另外名稱 你就自己用你打的那個名稱 用call去呼叫它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我們要試一下 游標這個設個中斷點 如果你不確定 這時候呢 請注意喔 之前同學習慣用執行的 這邊不是在這邊執行 而是當他的工作比較改變 所以我們試一下 這個按鈕可以剪下來 可以把它刪掉 當我change它 001 這時候它會觸發 所以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它停在這裡 那各位把游標移到target.address 上面會顯示什麼 有沒有 絕對的H3位置 一個前的符號 按鈕裡面有沒有match 你在按F8 它會怎麼樣 call查詢 call查詢就是 再去呼叫那個按鈕 OK 其實這樣子做完之後 把它直接執行 這邊把它中斷點H掉 執行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下拉有沒有 它這個地方就自動去改變了 完全不需要按按鈕了 如果2的話 張閒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它就很自動的 幫你把裡面的資料給帶過來 OK 所以利用那個事件驅動 就可以達到 我們要的預期目標 當然未來 其實 你也可以把它改寫成某一欄 比如說某一欄改變 像後面也許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我們那個 後面有一題 請各位待會 開啟什麼 開啟那個 後面這一題 在配股數量表這一題 這一題 這一題 假設說我輸入業績 我希望 產生後面的這個結果 自動幫我算出來 那我怎麼算出來 就是我輸入業績就好了 OK 那業績的話呢 這地方呢 不過在處理這一題的時候 可能我們要做一些前置作業 裡面這些到底是什麼 什麼意思 這個請各位先把剛剛這一題 先完成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關那個配股數量表這一題 如果我希望輸入業績 它自動幫我帶出後面有五欄的資料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發展明